川普有很多特質是保守派很喜歡的 自由市場 美國優先 保護信仰 言論自由 支持生命 這些被左派說成是我們自私 然後或者說我們種族歧視 我們都是為了自己的益處 才會投票給川普的 都是因為我們自私 我們想要保護自己的財富 which I don't have any 我目前唯一的產業就是我的兩個女兒 而且讓我很頭痛 或者左派他們會說 我們想要把美國變回去那種 1960年代那種種族歧視的美國 1920年代那種種族歧視的美國 他們說我們想要打造一個社會 為了白人的利益而存在的社會 每次左派講話好像講的都是 他們什麼都知道 他們對我們保守派對基督徒完全了解 當然他們說的是謊話 他們連自己都不認識 常常有的時候自己是男的女的都搞不清楚 我們支持川普 不是因為他有多完美還是什麼的 我們認為神在幫助他 因為他在乎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 而且川普是真的有在聽民意的 他接受我們的想法 接受我們對他們的要求 他不像民主黨一樣共產主義就是好就是好 川普在他2016年的時候 他的做法跟想法其實改變的非常多 例如像說持槍權 川普最有名的就是說 我想要先奪取他的槍枝 再搞什麼憲法的什麼正當程序 還有他對於這個疫苗的觀點 我還記得他在剛開始宣布要參選2024的時候嗎 他多挺這個疫苗 什麼Operation War Speed是我們最大的功勞 現在他隻字不提 因為他知道他錯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川普不是一個政客 他不是為了共和黨而存在的 他跟你跟我一樣就是彼此影響彼此抹擦 當如果有人展現出來一個更合理 更好更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改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質 特別是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面 因為這個樣子的人在極權政府裡面 是不可能存在的 例如之前有一個吵得很熱鬧的那個什麼 歧視華人的案子 讓所有的華人全部都封掉了 因為要禁止中國在中國的人 中國的企業在美國的軍事種地 附近的農業土地 埋土地 然後就有好多人就說什麼 哎呀怎麼能這個樣子啊 racism 歧視華人歧視中國 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現在同樣的證據 Dr.Phil擺在川普的面前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的回應 Look at this map that I did a show about this the red is wher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unded buying major farmland Yeah and then superimposed on that are some of our most strategic military bases and you can see there's surrounding there's Dugway proving ground that's military equipment biological chemical weapons they're surrounding it Utah test training range the largest supersonic authorized restricted airspace United States Whiteman Air Force Base B2 Spirit Stealth Bomber Base missile drone operations MQ-9 Reaper Global Strike Command 3 Fort Liberty Airborne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Rapid Deployment we've allowed them to come in and buy up agricultural land wind farms no wind no blades on some of the towers but they're surrounding our our military bases we've allowed that to take place 終於有人把議題擺在了總統面前了 Oh well 未來的總統 中國政府一直在購買美國的農業用地 而且不像什麼比爾蓋茲那樣子什麼都買 而是非常有系統的重點買在美國的軍事基地旁邊 我相信每個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 為什麼可以這個樣子 如果這不是賣國的話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賣國 這個不會讓我們有什麼危機感嗎 中國政府不會透過這些農業用地做什麼破壞的活動 或是監視的活動嗎 看我們的軍隊在哪裡 我們有什麼新的飛機之類的嗎 我們既然允許中國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很明顯是把美國當成是國際上面角力的對手的國家 在我們的軍事種地的附近購買大量的農業用地 而且都是用個人的名義買的 中國的農民要種田 為什麼不就在中國種中國買就好了呢 因為土地國有化 中國沒辦法買土地 那土地永遠是國家的永遠都不是你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買賣的 都是中國的政府資助的共產黨黨員 你看那些土地的話 Google map去看 也沒有任何的建設 也沒有什麼東西 也沒有在種什麼花草可以吃的東西 你就表示目的應該很明顯才對 就是要來監控我們的軍隊的活動 我覺得很可疑啦 但是我沒有聽過任何一個左派的人 認為這些東西有問題 現在就馬上變成那個就是 啊這是自由市場啊的東西 而且我們早就知道 現任的總統對於 中國來美國購買軍事用種地附近的土地的觀點 我們來看一下 Joe Biden 中國還要吃這餐 новых吃人? 想知道更清gal 何這錢又不amaan 還很難清楚 我們有规券 絕對保健康世界 他們發失 entitled 做他們部份必要富了 這棒部份 間傳統 daughters 極小沽在 respective西方 和海盟 Alle石頭 ��이不查到 還不可能會從 撥起來 恐端道 tide有脱亡 hold就是 他們不便宜 觀眾 但他們是互意的 他們不是一個企業 China Come on man China is not It's never gonna beat us 怎么就没有小粉红出来 指责拜登种族歧视 这很明显是在贬低中国 不是吗 事实上就是 川普是唯一的一个政治人物 说真的 他不是个政治人物 每次说他是政治人物 我都觉得怪怪的 川普是唯一的一个领袖 领导者 认为中国来的威胁是真的 不管是走线来的非法移民 还是刚刚Dr.Fell给他看的地图 各方面来讲 川普都知道 这是对美国的国家的一个威胁 其他政客都把中国当成是提款机 要不然就是要来骗取纳税人的税的方式 光是这一点 川普就非常的不同的 他非常在乎美国的主权 他不像民主党还有好战派的共和党 民主党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拥护者 还记得那时候川普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吗 民主党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这是 Tax on American Consumer 美国当时贸易战有没有受伤 当然有 我18年的时候在一间中国的男家的成衣厂的办公室里面工作 就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很多客人就不见了 然后那个办公室就丢掉了 我就被开除 我就被lay off了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 的确是有伤害 但是之后美国这个地方就开了很多小的成衣厂 开始专注在Million USA上面 我跟我太太就是那个时候开始PHC的 我就是那个时候说 我要信靠神活在恩典当中的 所以当下我的确是觉得很糟糕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但是这个让我成长 没有工作那段期间 我开始全力的去读圣经 一年把圣经读完 读的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以川普那个当时的贸易战来说 这是一个可以让美国更独立的一个方针 而且让美国创造 把美国的人创造出来的财富跟消费 在留在美国里面 而不是留到中国共产党那个地方 民主党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软的 说真的我每次看到民主党讲到中国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们好像 就是他们永远是在帮中共做辩护律师 OK好像都在帮他们说话 然后川普的姿态是一直以来都是强硬的 是在川普的任期的时候 开始调查在美国到处开的那个什么 孔子学院跟中共的关系 是在川普上任了之后 才注意到中共的力量影响到全世界的国家 而且不只是经济而已 大学的学校里面的留学生 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的社团各方面的 还有在美国这个地方到处开这个中国的警察局 在美国 逮捕威胁调查在美国的中国人 中国公民 这些不只是在保护美国 而是在保护美国的华人 不受到中共的威胁 是川普把这些议题浮上台面 这并不是一个歧视华人 而是在保护在美国的华人 这些真的是对美国的安全 还有主权的威胁 民主党不是 他们认为的威胁是军队不够多元 需要更多的同性恋跟变性人在军队里面 到现在也是一样 他们不在乎美国 不在乎美国人 他们想要摧毁美国 跟美国保护自己的军队 然后川普去做了什么呢? 你会去找那些军队吗? 那些军队在上面 因为你一直在谈谈 是的 我会去除了他们 但是现在我知道他们 我之前没有知道他们 我来到 我为什么知道 我是纽约义业货行人 但是我会去找他们 我会去找他们 你不能有军队的军队 川普说他上任第一天 就要开除那些在美国军队里面 觉醒的将军 让军队回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歼灭美国的敌人 这个观点其实很容易懂 民主党左派 其实就是苏联那个时候的什么 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小时候 一直在那边唱的那个什么 英特纳雄奈尔 然后没有人知道 英特纳雄奈尔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然后川普希望的是美军要改革 他要加强在美国的国力 在这个国际上面的竞争 很多人批评川普说 你看他也没有多好啊 你看他第一任期 他身边有那么多的深层政府 大家最喜欢提到的就是John Bolton 这个人好像是个好战狂 没有错 川普的确一开始选错了很多人 很多很糟糕的内阁 但是那是川普的第一任 川普之前都没有当过政客 他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领导者 他会为了美国人奋斗 他是为了我们而当总统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开除了那些人 他没有被那些人动摇 他没有被他的党 共和党动摇他的立场 反而是我们说的话 我们的诉求被川普听见了 他是去华盛顿代表我们这些的政治素人 他了解我们希望美国是个强大的 而且是个正直的国家 但是我没有人知道人在Washington 我没有人联系到人们 去给予我名字 很多人都很好的 我曾经有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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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曾经有联系人 那我曾经没有联系人 但我现在知道 那些人的联系人 那些人的弱人 那些人的弱人 那些人的正确人 那些人像你 我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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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刚刚这个访谈非常诚实 就这个样子承认自己过去 那些人 我认识人 或者弱人 或者弱人 你看 我觉得他刚刚这个访谈非常诚实 就这个样子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我觉得对嘛 我当时就是不懂嘛 当时我谁都不认识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谁聪明 谁好 谁脑尼脑扣 谁很坏 现在我们会变得更好 你看过民主党的人这样做吗 你不用说民主党 你看过共和党的人 这个样子做过吗 做过吗 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物 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推卸责任 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 他们永远都是最完美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跟金正恩 还有习近平一样 太北大了 太厉害了 你看我们的习主席 多伟大 你说他 你说是不是 有哪个政治人物犯了错 然后说是自己的问题 修正自己 然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小布希到现在 还是说 证据都显示 伊拉克当时就是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能被秘密的运到了伊朗去了 欧巴马都还说 还在说 他的任期是最完美的 最和平的 消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种族歧视越来越严重 然后不管怎么样 都是白人跟共和党的错 拜登到现在 就是他的儿子 西谷科检的儿子 都还是最聪明 最完美的人 OK 然后还是找不到 在白宫发现的那两包 谷科检到底是谁的 然后呢 这个人都没有贪污 哪个政治人物 负过他们该负的责任 现在川普出来承认错误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为 现在不是川普的支持率下滑 所以说他要怎样 川普现在的支持率 是史上共和党的新高 大家是站在他的背后的 就连我之前因为枪支跟疫苗的关系 你批评过他 而且很多保守派 很多基督徒的英文频道 也都是这个样子说 川普现在不是一个政客 该道歉的时候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他接受了 而且选择改变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梦寐以求的一个特质 这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特质 而且是要有智慧的 因为如果你的耳根子很软 你听错人了 那你可能就变得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善良的 什么是邪恶的 这个我们永远都在学习 而且永远都在了解 而这一切唯一的出处 就是信仰 就是圣经 但我们看到了 比我们更崇高的智慧 比我们更善良的良善 真正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屈膝 接受我们自己的错误 这个叫做认罪悔改 我知道在川普上面 不太适用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选他不是来当牧师的 但是川普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 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而且你一定要服从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英特纳雄奈尔 国际歌的歌词 他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要废除没有救世主 要废除所有的宗教 跟所有的传统 他们要夺回劳动的果实 他们要平等 他们要合理的杀死富豪 富豪是什么 富豪就是只是比 我还要有钱的人 就叫做富豪 他们要他们血债血还 然后要推翻国家 然后鼓励人 英勇的牺牲 他们要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做 川普只是为了美国人 挡在他们前面而已 他们这些共产党的人 要使用暴力 民主党 美国民主党这些人 他就使用暴力 他们要的是人民 为了他们的理想去死 在民主党的带领下 所有的人都只是可以 在政治层面利用的棋子而已 左派很爱说爱 多元 包容 但是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是爱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一到三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 明的罗 想的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权备的性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钱 救济穷人 又舍己身 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很多的人希望 把美国变成 那个样子的国家 万人的方言 甚至天使的话语 但是其实又吵又闹 把美国的政策 当成是先知的话语 什么LGBTQ 什么同婚 性别错乱 然后认为说 美国这样做事 在创造更多的多元 更多更包容的世界 其实不是的 如果没有爱 那么就与我 我们都无异 川普是不是一个 有爱的人 可能是可能不是 因为哥林多 前书13章 这个后面那边就讲 就是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词 OK 不自夸 不张狂 很多都不是 川普有的特质 但是他至少很在乎美国 他非常爱美国 而且我很确定 他比任何一个左派 都还要爱美国 现在美国是一个 文化堕落 信仰缺乏 自以为意的一个国家 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最繁荣 最正直的国家 但是美国现在 应该要把自己管好 保护好自己 跟自己的人民的 道德价值观 而且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美国 重新的带回基督教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一等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 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